是怎样啊 哎呀我们从这一月开始 为什么摸摸 它是这样的 你的同层面 没有它是摸摸 它是这样的 看得到吗 那天 看得到 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卖这个产品 其实每个人都了解到健康 可是不知道健康是怎样找到来的对方 我们想要得到更好的健康 让我们不会有病痛 我们不会面对好像痒痛的问题 我们就要找出健康的答案 它是有个肯定的 它的肯定叫做逆转老化 哦什么叫逆转老化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还没有分享健康之前 我让大家看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一到十 看到这个名字爽吗 爽 应该是很怕的对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十个 是坏的男的 他不是好 那么这个报告是谁告诉我们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组织 叫世界卫生组织 各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吗 知道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全世界最有潜规的一个组织 它的工作很大 它的人脉很多 它是每一天晚上12点过后 就要看到底有多少个婴儿诞生 有多少个死蛮子 每个病的名字 药物的成分 药物的分量 食物的日期 都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出来的 那么这个这么庞大这么伟大的组织 它已经告诉我们 这十个病 已经杀害中华人口 五十一点七个巴仙 夸张吗 五十一点七个巴仙 所以整个地球的华人一半 是得到这十个病 不是你 就是我 对吗 其中一个 只有这十个 那么这十个病 到底是怎么来到我们的身边 它跟我们 人和老化有关系 人会老吗 会 我们人每一天都面对老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老人 跟以前的老人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的老人家 他们九点就睡觉了 对吗 那各位 现在你们多少点睡觉 有些是一生的 那么你想看 以前的老人 他们是怎么样 九点早早睡觉 我们十一十二点都还没有睡 怪不得现在的年龄的外表有分辨 以前四十岁的老人看起来在二十岁 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看起来在哪儿 四十岁五十岁对吗 那么还有关系到压力 以前的压力跟现在的压力 有分辨吗 有 以前他们就是抓 抓鱼 养鸡 种菜 就生孩子 对吗 对 那么现在的人 生孩子要想想一下开销单 还要公车 还要缓车 还要缓车 还有每天要面对 对 渡输的问题 中国的压力有吗 有 这些压力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包括环境 以前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有分辨吗 有 以前 没有这个的 现在 哇 没有冷气很热对吗 以前我们都是开窗口 那种新鲜空气 二氧化气 进到我们身体非常的健康 现在我们就吸这些 不同不同身上的味道 这些两个气 包括现在的环境 我们吃的食物跟以前的食物有分辨吗 有 以前的老人 刚吃那个鸡是烤的 现在我们吃KFC 好吃吗 好吃 还有吃烤的鸡吗 好吃吗 好吃 以前的老人没有听过 那个烤的啊 KFC啊 Bandona的 现在我们每个小孩子都要吃 包括 以前的 小孩子 一个冰块放在一起 把它吃下去 哇 很爽 现在的小孩子 吃冰淇淋 要放巧克力吗 要放眼色一滴一滴的眼色 所以导致现在的小孩子 遇到这个病 越来越年轻嘛 会年轻嘛 当我们 等到这个病症的时候 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啊 一个人等到糖尿病 他可以是要控制他 最好这个病不要发作 可是这个人要是不小心 踢到 他脚烂了的时候 去到医院医生怎么样 踢掉他脚 甚至我们讲其中 随便哪个病 中风 家里就要发火 我们要是有心脏病 他痛到好像牙齿痛了感觉爽巴 牙痛感觉多么辛苦 我这些病例 只可以用药来压死他 不能够断肯 他不能够解决掉问题 他可以吃药吃一辈子 甚至死的时候还在吃药 所以我们的医生已经证明了 药 越吃越厌毒了对吗 对 因为他们越研究那个药 好像越来越厌毒 就比如说 一个人得到糖尿病 吃药 血糖不要高 再加药分 再不要高 打一刀数 不能够给他放肯 一个人得到癌症 肌膜第一针不能 肌膜第二针不能 肌膜第三针 每一针再增加那个 那个成分 所以他们就研究到 原来药 越来越多问题 他们有一个 肌膜的危机来 他们就开始去研究 到底人的脑是怎样来 人的肺是怎样来 人的心是怎样来 人的整个器官是怎样来 所以通过了我们这几年的医血 加上科技 我们有了大突破 为什么叫大突破呢 因为我们的医血跟科技 已经发现干细胞的能源 为什么叫发现 发明 是我发明了这个东西 等几点有人用了效果后 我就公开 对吗 发现就不同 是原本都有存在 是没有人公开 那他们就开始公开 原来我们所有的 这种物器官跟叶的实行态 是来自行干细胞 这干细胞 它是什么意思 它会干我的 就比如说 我们是从爸爸的进尸 加上妈妈的卵子 在24小时里面 形成定义的干细胞 而这个细胞 它有两个工作 它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它会被针 这种物器官 在平衡 有效果